之前我们不是在这里种土了吗 然后今天我和妈妈又买了一点辣椒 准备拿去摘 那天买的有点少了 看在那里 都有人在种菜的 哇 从上面爬上来 好热 再过以后会就到了 那里有山岳泡 已经都已经熟了 可惜太远了 都弄不到吃 只能在这边看着流口水了 在这里又发现有这个山岳泡 有两个在比较近 这里又发现有山岳泡了 这里熟了几个挺大个的 叫妈妈过来摘 下雨都叫光了 下雨都叫光了 我们种的土呢就在上面了 然后下面这个自秋田有人种了东西 种菜 那边也是种了一些辣椒啊菜啊之类的 现在我们种的豆已经长出来了 哇 看到这些豆啊都长出来了好开心啊 还有撒的菜种 撒的菜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玉米也开始冒芽芽啦 看一下 都全部都有种了都有冒出芽芽来了 这个是种的瓜 哇 也全部都长出来了 种的这个辣椒也已经开始活了 有劳动就有收获 哇 看到这些东西都长出来了 看到这些东西都长出来了 心里挺高兴的 买了两把这个辣椒羊 有五把 虽然比较丑 但是听爸爸说这种辣椒 然后结的比较好 只要它成活了就会结的好了 现在呢妈妈正在挖洞 挖洞了就可以开始摘了 哇 这个辣椒真的是挺丑的 不过它还有一点点这个芽芽 老爸说只要它有这个芽芽的话 就可以重活了 只要重活下来 到时候它结应该是结的挺好的 每年老爸都是买这一种给我们种的 今天早上下雨的 然后这个土都有点黏黏的 所以呢 老妈一个人种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一棵都已经开始开花了 像我和老妈呢 两个人在这里 带小孩 然后也乱种一点 种一点 得一点吧 今天呢 是杯子妹妹来了 然后剩下 哥哥和姐姐她们两个去上学了 弟弟她们两个呢 还有一姑姑她们两个呢 留给姑姑照顾一下 反正这个又没有多少 种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因为我们买的辣椒有点多了 不够土了 然后慢慢的再挖一点 再挖一点 然后把那两把也一起种了 已经种好了 老妈准备洗脚 然后回去了 等到差不多半个多月左右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下雨天来这里干活 就是太多泥土了 很黏 把脚上和手上的泥土洗一下 我们就回家去了 这里面 这下面有水还挺方便的 下来就可以洗脚洗手啊这些了